大家好,今天周末做了一輪事,早幾天做得很累 星期末不如說說一些自己私人興趣的事 大家都知道了,我們紅瓦陶夫人去過好幾次軍事團 我們對軍人墳場的認識,雖然為專家 但也有些心得,或者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去這些軍事團,其中去軍人墳場 是一個很重點的參觀項目,分兩類 有一類就是盟軍,即是英國或英聯邦 和美國的盟軍墳場 另外一些就是北軍墳場,有什麼分別呢? 就好像那次去諾曼帝 去諾曼帝,我們去到盟軍墳場,例如美軍 美軍在奧馬哈墳場,所有武碑都是直立和雪白的,是十字形的 至於英聯邦軍,即是英國、加拿大那些 或者紐西蘭,各樣那些 他的武碑都是雪白的,直立,而且不是十字形的 是一塊,很莊嚴,為何他們要雪白呢? 因為他們是屬於一個為自由而犧牲的戰士 所以是有一個尊敬,所謂是雪白色的 但是德軍分別很大,好像上次我們去到比利時 這個特出步戰役,這個團就去到一個德軍墳場 他們裏面就是沒有白色的武碑,全部都是深色,甚至是黑色的 這個墳場特別一點,他的武碑是直立式的,直立 但是我們去到諾曼帝,去看那個就不同了 諾曼帝那個德軍的墳場,我們看到那些武碑是全部躺在地下的 一個方法,一個方法,一個方法,躺在地下 為何會這樣做呢?因為他們是侵略軍,他們是沒有榮譽的 所以他們的墳碑全部都是躺在地下,是黑色的 很整齊地一排,一排,一排這樣 而且你看到,也沒有什麼人拜祭的 那麼來不來都會有些人來,把一束花在地下 但是就很少,甚少,因為始終是一個忌諱 所以,墳場來說,都有分戰勝者的墳場 和戰敗者的墳場 而兩者的分別,除了顏色之外 還要是那個形態,好像德軍一樣,是平放在地下 一個方法,一個方法這樣,平放在地下 是沒有榮譽的 所以,侵略者是一定會失敗的 而失敗之後,就算有容身之所,死後 也都是沒有榮譽的 一生一世,會被人鄙視 麻煩大家,subscribe,like,comment,share 按鈴鐺,有可能的,看完廣告,謝謝 謝謝